新店地震事务所8月6号上午9点到11点半 将会和台北市制蔽儿社会福利基金会所附设的爱肯乐活工厂 共同举办宠爱爸爸欢乐一下的意卖活动 现场将会有美味健康的手工馒头 三星葱书饼还有蜂蜜 希望社会大众可以用爱爸爸的心情来关怀制蔽症的朋友 庆祝一年一度的父亲节 新店地震事务所8月6号上午9点到11点半 将在大厅与台北市制蔽儿社会福利基金会 附设爱肯乐活工厂 共同举办宠爱爸爸欢乐一下意卖活动 希望与实际行动号召社会各界一同关怀制蔽儿 新店地震事务所就是很关怀弱势团体 那这次也刚好配合父亲节的节庆到来 那我们跟我们的爱肯乐活的庇护工厂这边来做一个合作 新店地震事务所主任廖俊龙表示 爱肯乐活工厂是针对次比尔所设立的庇护工厂 提供学员馒头制作、商品包装、摆摊意卖等训练 这次的意卖活动将贩售相当多美味商品 包括了健康的手工馒头、好吃的三星葱饼 以及蜜蜂先生的精致蜂蜜等等 万一民众到场共享盛举 它是针对自比尔专门设置的一个庇护工厂 那主要是教相关的就业者一些手工馒头的制作 那针对他们的工作特性 然后给他们一些适当的工作 那可能比较像重复性的包装这些工作 那就是可以让他们在工作中 还有做一些意卖的体验 然后让他们的生活可以做一些 有一些改善跟促进 此外这次的意卖活动 也配合政府推动振兴方案 接受三倍券消费 不过不找零 新店地震期盼 民众多多支持壁虎工厂的商品 记者生平站们齐新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